今天要聊的这首诗名气很大 甚至可以说这一首诗就带火了一座城 有朋友可能猜到了 今天要聊的就是《风桥叶博》 按理说假如一首诗流传度很高 诗人应该也很有名 可是很奇怪 张继这个名字却很陌生 除了《风桥叶博》 你还知道其他张继写的诗吗 尽管张继知名度不高 但他却仅凭《风桥叶博》这一首诗 就打进了唐诗排行榜前十 这背后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事情要从那场动乱讲起 这是公元755年 也是唐王朝历史的转折点 泛阳 平鲁 河东 三政节度时安禄山 以忧国之威奉秘兆讨伐阳国中为由 在泛阳起兵 仅一个月叛军就攻破洛阳 同关成了唯一的屏障 可老百姓等来的消息却是 聚首同关的名将封长青和高先知被问斩 即使普通老百姓也能感觉到 接下去的形式很不乐观 此时有一个年轻人正坐在船尾 他叫张继 自宜孙 来自湘州 两年前刚考中进士 这一年不过三十出头 他的前途本应该一片光明 可是现在他只能回头望着码头 眼前的长安城正在不断缩小 模糊 和他的前程一起消失在视线的尽头 相比张继 码头上的其他人似乎更加忙乱 有托家带口的 有扶老邪幼的 大包小包 忙里忙外 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 去南方 至于具体去南方什么地方 能不能适应南方生活 已经顾不上了 毕竟连皇帝都跑了 船行驶在大运河上 这条全长2700多公里的隋唐大运河 见证着大唐帝国财富的流转 在将来 他还要见证几个帝国的兴衰 可眼下 大运河承载的却是数以万计的难民 船舱很小 加上人多 就更显拥挤 有时候连脚都伸不止 这样的光景让张继想起刚到长安的时候 虽说条条大路通长安 但人和人还是不一样 出到长安 张继就听人说 要想在长安出人头地 投靠杨家人是最快的办法 云响衣裳 花响龙 春风福建 路滑农 若非群域 山头建 会向摇台 月下风 杨玉桓的美就是大唐的美 这是人尽皆知的事情 俗话说 一人得到鸡犬升天 杨贵妃的大姐被封为韩国夫人 三姐封国国夫人 八姐封秦国夫人 加上唐兄杨昭 也就是后来的杨国忠 这就是当时势力最大的武家 有个成语叫炙手可热 出处就来自杜甫力人行的一句 炙手可热 世绝伦 圣末尽浅 成相称 讲的就是杨家人到驱江边游春 野宴 把整个景点都包下来的排场 只要攀上这五家 龙华富贵就在转眼之间 和张继是个愣小子 有骨子傲气 他看不上这些 出道长安就写了一首感怀诗 钓鱼十人背 新疆静者论 中年地成礼 不识武侯们 武侯说的是西汉汉陈帝 一天之内给五个舅舅分侯 他且这是奉育五家 张继嘴上是痛快了 可自然也不受什么待见 幸而考场上还算是公平 眼瞅着就可以做官 可这场动乱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 公元610年 隋扬帝终于完成了 南北大运河这项伟大的工程 他本想效仿下雨和秦始皇 乘着龙舟登上会计山 一望东海 隋扬帝没能走完的路 张继差不多走完了 不知不觉 船已经到了苏州 当时江南最繁华的城市 无疑是扬州 也许是去的人太多 也许是扬州和长安有某种相似 总之张继选择去苏州 当时从大运河坐船到苏州城之前 一般都会在一个叫风桥的地方 停泊休整 在这个晚上 张继写下了这首《风桥夜博》 月落乌堤霜满天 江风雨火对筹眠 孤苏城外寒山寺 夜半钟声道客船 我们都知道这是一首纪旅诗 在大部分解读里 说的都是张继用风桥夜景 来表达自己的仇思 可是这仇思到底从何而来 这首流传千年的诗 难道只是表现仇思吗 这一天 张继的船停泊在了风桥 秋天的夜晚有一些特别 仿佛有人在不断给天空泼墨 一层又一层混沌而朦胧 整片整片的黑暗从天上静默下来 吞噬了光明 带来了寒意 天上剩下的只有一个月亮 月亮总会让人有许多想象 有人会想起远方的朋友 比如张九龄就写过 海上升明月 天涯共死时 也有人会想到家乡 比如李白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对每个人来说 太阳永远都是那个太阳 可月亮却各有各的月亮 这一夜的张继有些睡不着 他坐在船头 远远望去水面上有个月亮 随着水波摇摇晃晃 仿佛刚从天上落下来 挣扎着想要回去 空中传来乌鸦的叫声 在寂寥的夜晚更显刺耳 他似乎在嘲笑 掉在水里的月亮 也好像在嘲弄 像张继这样的北方漂泊客 张继抬头望去 天空被枝叶遮挡 从树叶的间隙处 露下微弱的月光 仿佛给天上 扑上了一层霜 岸边的枫树 一棵接着一棵 白天的枫叶透着阳光 看上去是一片火 可到了晚上 却只是黑漆漆的一片 在这片黑色的底部 隐约能看见深红的一段 那是靠近水面的枫叶 似乎被江边的雨火 也点燃 张继念出了这样两句 月落乌体霜满天 江风雨火 对愁眠 在雨火的边缘 也有几个像张继一样 睡不着的人 枉然若失 他们中的大部分人 不是来自长安 就是来自洛阳 这场动乱打乱了很多人的生活 也改变了他们的人生 战争什么时候才会结束 自己还能不能回家 未来还能不能做官 你想到这些无解的问题 顿时有一股忧愁涌上心头 从长安到江南 是一段漫长的告别 也许是对家乡的告别 也许是对过去的自己告别 只要是告别 总是充满了忧伤 人并不习惯改变 尤其是被动的迫于无奈的改变 千头万绪 终究是一个丑子 这天晚上 张继和其他人一样 都陷入了对未来的迷茫 一阵阵钟声从远处袭来 瞬间打破了黑暗中的沉默 不少人从船舱里钻出来 那么晚了 是谁在敲钟 是白天看到的那座寺院吗 也许是 也许不是 钟声仍然徐徐传来 穿透河边的过客 奔向远方的群山 这钟声仿佛像一股无形的风 吹散了笼罩在人们头上的绸云残物 越来越多的人从船舱里出来 妻子抱着熟税中的孩子 依偎到了丈夫的身边 老父亲拍了拍儿子的肩膀 他们望向一个方向 顺着这个方向 张继看到 那不是一顿明月正挂在空中吗 枫叶从树上洒下来 旋转起舞飘落到张继的脚下 他捡起这片枫叶放在手心 当终身停止的时候 张继也完成了这首《风桥夜博》 是啊 说一声再见就是和过去的告别 说一声再见就是和过去的告别 而每一次告别都是另一次新生的开始 其实回头看《风桥夜博》这首诗 《风桥夜博》的《风桥夜博》 有人问人生总是那么痛苦吗 还是只有现在 张继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回答 不会 习惯了就好 在一千年以后 一个叫罗曼罗兰的法国人 说了一句和张继类似的话 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 就是认清了生活的真相后 还依然热爱他 不管你手里的是一副好牌还是烂牌 当终身响起的时候 牌局都将继续 好了 这首《风桥夜博》就讲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读 请三连加关注 你也可以在以下这些地方 找到视频文稿和更多诗词故事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